熊本熊热情舞动炒热气氛 日本台湾商会联合总会访问熊本县 和当地工商团体联合举办 台日经济交流促进会 熊本县知事蒲岛玉夫表示 自从台积电在熊本社厂的消息传出后 台日交流就更加热络 期盼双边神话交流共闯商机 熊本县商工劳动部部长三轮孝之 介绍熊本的魅力和产业现况 熊本县有半导体相关企业群聚 目前有三十多家企业 台积电在熊本设厂还会吸引更多企业进驻 日本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 钱妙林则表示 他从担任熊本电铁顾问开始 和熊本互动的岁月超过十年 对熊本有着很特殊的感情 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钱妙林则表示 他从担任熊本电铁顾问开始 他从担任熊本电铁顾问开始 和熊本电铁顾问的岁月超过十年 台湾人是什么最特殊的 您知道吗 台湾人是什么 熊本县有什么 熊本县商工联合会会长立爱伊朗表示 今后考虑举办和台湾相关的讲座 未来也将开拓熊本特产在台湾的通路 期待不仅是和台积电相关的企业 而是贸易观光等领域都能攜手发展 中央社记者杨明珠 熊本报道 中央社记者会 永远通 感谢观看